新白娘子三美26年后重剧,王源惊喜同台,不过照牙之让人失望。 据悉,今晚20点王台对王台将上演一代人的青春回忆,时隔26年的西湖重剧,重现西子湖畔的感人爱情故事。 没错,就是我们的新白娘子传奇,白素贞赵雅芝,许仙一同,小清晨美琪江一同现身王牌舞台,万万没想到是以这个方式重剧,而且还有王源的参与,真是圆满。是不是非常期待呢? 这部剧是1992年由赵雅芝,叶童,陈美琪等人主演古装神话情感剧。 感觉许仙和白娘子真的感觉风采,容颜依旧啊。 是不是好怀念小学时期暑假党电视剧《新白娘子传奇的时光啊》,勾起大家当年的追剧回忆。 这次王牌队长王源化身白白净净的小书生许仕林同台, 与《新白娘子传奇》主演同台标戏,展现出惊人的演技让人惊喜不已,这张真的很有母亲看儿子的感觉了,这母子颜值真高。 在剧照中,26年了三位女神面容没怎么变化,眼神依旧。 赵雅芝一袭白裙搭配裸色高跟鞋,皮肤白西装容精致,著眼有数,状态超好, 不过大家都觉得非常遗憾失落的是,没能看到赵雅芝春白娘子服装。 早前赵雅芝就有表示白娘子形象很经典,不会轻易展示白娘子形象。 在这现在有很多人都穿过白娘子的衣服,所以再穿也没有意义,把经典形象留在回忆里挺好。 很多人等着一刻等了26年,看到照片,一具观人,依然泪流满面。 新白娘子传奇是很多人小时候的回忆啊,时光溜走那么多年,再见到赵雅芝伴白娘子,光是图片就能唤醒记忆的闸门, 时光在女神身上好像没有留下什么痕迹,依然优雅端庄,美丽自信。 那年断桥相遇,醉一场红尘恋,续一份千年园,成为世间爱情的典范。 世间所有相遇,都是久别重逢。 今晚20点,一起重温那些年的荧幕情怀,期待经典传奇故事的再次上演,观人娘子清姐姐晚上见。